好 各位我们这边开始 上次课我们讲了一些题目是欠的债 为了赶进度我们已经把讲题的事压缩了很多了 但是我的一个高三复习的一个我的基本理解是 如果你不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基础知识这关给过了 做题是瞎掰 不做题肯定是瞎掰 但是你没看懂书没把书弄好去做题是做无用功 还有一个就是有同学在底下不断的来问我问题 有的时候我看一些题我会问你这题是哪个题 问这题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极有可能是一道我认为的烂题 我提醒大家在高三时间极为宝贵的时候 不需要在一些烂题上浪费你的脑细胞 在文科里边不管是选择题还是大题 有很多题目是没法自圆其说的 所以我通常对高考真题我比较重视 对一般的像咱们东西海东城西城海淀的大区的这种 比较正式的同考题我相对比较重视 咱们后面还有讲题的时间 欠的债咱们慢慢还 我会再提前跟大家说如果同学们现在做题当中有一些问题呢 只能底下来解决了啊 我的第一步还是还是尽量先把这个 我认为该讲的东西得说到 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世界史的复习 世界史现在增加了一部分世界古代史 主要就在古希腊古罗马这对吧 东西并不多就这么一点 但是它可以拓展的这个空间一下子就大了 世界古代史里面 它特别强调了西方文明的源头 希腊和罗马 那么你要特别小心它出一种相对难度较大的题目 就是它把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这种传承给考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有文艺复兴是吧 文艺复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 对吧 那么这就建立了一种联系 而这种联系原来的大纲本的这个教材 它是没有世界古代史的铺垫的 现在作为正文提供给大家量虽不大 出题的空间很大 而且一旦出题 我觉得应该比我们看到北京高考的平均难度要略高一点 世界史本来就难 我们前面提到过 中国史里面古代史是白送分 25分左右不拿白不拿 近代史虽然不算白送分 但是对于高手来讲基本上也是八九不离十的样子 但世界史就我目前掌握的过去若干年四中学生的这感觉来讲 世界史部分如果能拿到七成的分数就是好分了 拿到七成的分数就是好分 我们不按选择或者那个大题那么来说 如果古代史25分全拿 中国近现代35到40分 你拿个九成 你算算 30来分拿九成 说就30分左右吧 这加一块才55吧 那剩下的35分世界史如果拿到七成是多少 三七二十一五七三十五 25左右对吗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分数 55加25是80 我觉得80分在高考当中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绩 这几年不管是大纲本还是今年新的新的新科标本 四中的历史平均分 估测因为没法具体去算 因为文宗叫什么没法算 但是估测都在80出头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分数 我初步认定85是一个好成绩 85是一个好成绩 所以在世界史这我们还是要下一些功夫 而且要 我的一个感觉 即便在高三也要尽力拓展 同学们没有学过大纲本 但我们教这两种课本的一个几年的过度以来 有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世界史现在你们要学的这部分东西 用选修和必修结合的方式 把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政治和思想说全了 大家明白这个含义是什么吗 把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 它的前因后果中间的发展过程全说全了 这前因一倒就倒的古希腊古罗马来了 对吧 所以我会在寒假里边 我加一次 有一次课的时间 我担出一个英法美的练习题 英法美近代的练习题 那么那个东西直接就跟古希腊古罗马 包括文艺复兴 包括宗教改革 还包括启蒙运动 全结合在一块 实际上我名字叫英法美的制度练习题 它实质上就是反映西方近代的思想和政治 那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高考题里边它敢不敢出 怎么出这是个问题 它也是非常敏感的是吧 我们当我们还要有意识去论证 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是伟大光荣 而且永远正确的 不管它怎么出 这部分值得同学们花一些时间去深入思考的 好吧 那我们接回到这个世界史的复习让来 开篇古希腊古罗马 因为是新的知识 以前的学生是不学的 那么同学们首先要在世界古代史上 把希腊罗马这个时间分期给它 捋一条我们叫它时间轴出来 或者时间线出来 比如说希腊 书上说它的文明起源于什么时候 我们叫克里特岛文明是吧 这克里特文明叫公元前二十世纪 到公元前的多少世纪啊 十二世纪八百年是吧 爱新文明的发源就在这 那公元前的二十世纪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候 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候 公元前二两千年是吧 下朝吧 对吧 能不能说古希腊文明的起源跟中国古文明的起源基本同时代 按这数差不多是吧 我去希腊看的时候 在雅典的考古博物馆里边 我在里边泡了四个半钟头 没死我了 太好了 那地方 我照了很多的照片 那里面有公元前二十三到二十一世纪的青铜铠甲 青铜宝剑和黄金饰品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目测就我没有证据啊 但是从我的历史学的感受 包括我的中国古代史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中国至少要到春秋战国 才有那么多那么好的这些东西 春秋战国我们肯定超过那个时代 但是你说夏商周我们能超过那个时代 我不敢确认 那么从这点上来说 如果公元前二十三到二十一世纪 那就比夏朝早了吧 是不是中国的元人社会末期啊 我特别提出来是青铜的盔甲武器盾牌黄金饰品 这说明首先我给你的这个材料 让你提取一句话 这是什么东西啊 青铜是什么 野炼技术 这想的有点远 我第一步让你想的是青铜是金属 对吧 金属的工具和武器 对不对 金属的工具和武器 在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广泛流行的 春秋时候就开始 铁器就开始流行了 对吧 不光是铁器 我说的是金属 中国有没有青铜时代 什么时候 商周时期 对吧 商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四母屋大方顶 我们知道有四阳方军 我们知道有铜业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但是他在工具当中 你听说过什么青铜锄头 青铜斧子 你记得打仗有 对吧 但是民间的工具少 按照中国古代的这个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顺序啊 我们知道生产力发达与否的一个标志生产工具 对吧 中国在原始社会 我们曾经有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原始社会末期到夏朝的时候 中国仍然处于木石并用阶段 木石并用 也就是我们的主要工具是石器和木器 对吧 你可以就这么简单记一下 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背景尝试提供给你 夏朝末年我们出现铜铜 夏朝末年有了金属冶炼 红铜成为一种考古发现了的东西 但是作为工具出现 基本上没有 红铜很软 商周时期大量拥有青铜 青铜比红铜要硬 但是也不特别适合做普通的工具 因为它很贵 所以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主要做什么 最多的是祭祀的礼器 对吧 祭祀祖先的礼器 其次是贵族生活的酒器 对吧 少量的武器 基本没有工具 没有老百姓普通用的东西 因为东西太贵了 对吧 那么到中国到了 州的时候就有了铁器了吧 铁器还不普及 西州就有铁器了 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普及 直接导致中国农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并且创造出一种维持了两千年的经济制度 叫什么 叫小农经济 因为自己自足成为可能了 对吧 好 把这个想清楚 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 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在时间上相比 我们是略晚的 明白吗 而希腊文明 向来没有被放在四大文明古国里边吧 大家还记得四大文明古国或者四个主要的这区域都是哪吗 古中国 古埃及 古印度 古巴比伦 对吧 为什么没有古希腊古罗马 换言之 中国能够入选 那么希腊罗马应该也能入选吧 古埃及算最早 古巴比伦算最早 声称有六千年以前的文明 有某些古巴比伦伊拉克人民声称有八千年的文明 韩国人声称有十八万年的文明 那你就甭理他们了 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古希腊古罗马吧 你在这需要注意一点 谁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说 梁启超他们 梁先生他们当时提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否定欧洲中心论 明白吗 他们想否定欧洲中心论 因为在近代以来 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 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欧洲人写历史 欧洲人评判各种价值标准 都是以欧洲人的角度来看 直到今天可能欧美人还有这臭毛病呢 当时我们为了对抗他们 说四大文明古国偏偏就没有希腊罗马 这是用感情来压制了理性吧 在最初我们提到历史学科是一个需要理性的学科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事事争最早 事事争最大 有的时候争来争去 越争越丢脸 你比如咱争促居 是足球的祖先 你们都踢了两千年了 你们还踢成这得呀 中国国家队还不得全部挖坑活埋 咱就声称我们刚踢了两礼拜 踢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排名世界89 两礼拜我们就89了 四个礼拜我们一定74了 没有必要世事捣碎了 你越捣越往前 它就越像半岛上的人了 咱们就不用再跟他们一般见识 现在对于古人类文明的说法 已经不再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我们提叫五大文明区域 对吧 五大文明区域也不用国家的名字来说 因为很多国家它犯了个今天跟原来不是一回事 比如古埃及 今天的埃及人是什么人 是阿拉伯人 他跟古埃及人没关系 只不过古埃及人造了很多金字塔 然后现在的这帮埃及的阿拉伯人去收门票 这没有任何联系 我们用地理的方法来解释 最古的文明叫尼罗河文明 两河文明 两河叫底格里斯河 又发拉底河 看地图 左边那个叫又发拉底 上面那个叫底格里斯 这就挺好玩的 这两河跟尼罗河这都是最早的 印度和恒河文明 有吧 就是古印度 那也比中国早 中国叫黄河长江文明 另外还有这个爱秦海文明 按你的常识 还有没有被漏掉的 爱秦海就属于地中海的一部分 而且那时候西欧 那叫一个落后 整个比喇叭勾门还落后呢 帮你那个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还有一种文明 就是古美洲的玛雅文明 阿斯特克文明 印加文明 对吧 第一他们相对较晚 第二他们长久的未被列入 人类社会的主流发展 而且他们后来被欧洲文明给做掉了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印第安人的文明 没有被写进这五大文明区 其实不公平 他们的文明成果也是很高的 在我们的非必选科目里边 就是历史书 不是还有三本不考的选习书呢 有一个世界文明遗产 文化遗产是吧 那本书里边会有很多的介绍 同学们有兴趣 高考以后可以去看 好 回到这来看希腊的文明 希腊在公元前20世纪 到公元前12世纪 叫克里特岛文明 后边几百年叫麦西尼文明 是吧 就从岛上登了路了 到了希腊半岛上了 再往后被北方的希腊人全部灭掉以后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河马时代 芒诗人河马对吧 这是一个 他的两部著名史诗叫伊利亚特和奥德塞 有很多典故传到今天 比如最流行的一个典故就是木马的问题 到现在同学们每天一开电脑就会报告 四百多木马在里边 都是破特洛伊 打败特洛伊人的戾气就是木马迹 那个故事挺好玩的 包括里面所描述的希腊众神的形象 实际上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很著名的亚乌战争 因为特洛伊这是亚洲 而希腊那边是欧洲 这是第一次亚乌战争 河马时代又成黑暗时代 这个事情之后就到了我们所说的 进入到古希腊的文明时期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书上现在比较重视提的是希腊的地理位置 我们要了解这个地理位置 地理老师可能会讲更多 那是巴尔干半岛南端是吧 这个半岛南端的地理特征是什么 多山 多优良港口 海岸现场 对吧 平原相对较少 那么在那儿是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农业的 对吧 它的农业也很发达 所以你记住 希腊的农业不是不发达的 它也很发达 但是不大容易形成 我们中国式的小农经济 对吧 因为地理上的这种影响 使得希腊的手工业很发达 大理石是那儿的最重要的一种手工业品 它可以做这种建筑 对吧 还有雕塑 另外就是陶土 希腊陶土的质量很好 它可以烧各种各样的彩陶 你要去希腊那儿去玩 一般带回几个陶罐子来 那是很正常的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种油橄榄 油橄榄就是专门榨橄榄油的 现在你在北京的超市里边 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橄榄油 以西班牙的和意大利的居多 但是其实橄榄油的祖宗在希腊 橄榄油的祖宗在希腊 橄榄油是最健康的一种油制品 同学们如果想健康而优美的生活 可以多用橄榄油 做差不多一条广告 我是橄榄油的代言人 什么牌子就不说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相对应该说 它的这种造船 它的航海 它的经商和工商业 都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地区 产生了希腊特色的古代社会制度 也是小国寡民是吧 因为它没有大面积的这种国土 所以自然的障碍 就使得很多地方形成比较容易割据的状态 小国寡民 民主社会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 那你一定要记住 希腊民主 我们现在已经学过 应该知道 它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就是直接民主 对吧 直接民主是适应小国寡民的 好 我们后面再去分析 谈到这就得说说中国 中国的基本特色 如果从地理上来讲 咱们想一幅中国地图 我不画出来 也甭贴了 你脑子里想吧 学过地理人都知道 在我们所谓的中原地区 北边是什么来着 蒙古高原 大戈壁是吧 西北 新疆的戈壁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还有什么 卡拉昆仑山 昆仑山 阿尔泰山 反正都不大容易飞过去 西南 好一点是吧 青藏高原 唱歌都得扯着脖子 唱到青藏高原 对不对 下来 到再西南 云贵高原 下一台店也没下多少 是吧 横断山区 那地方不大事于古代人类自由居住 这边终于平了 南海 东海 黄海 渤海 绝望了 你发现中国是不是被包围了 我们被上帝包围了 在古代我们的交通条件 我们说那句不招人待见的话 就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下的时候 换一句话叫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难跨越这些自然的障碍去与外界交流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内向力向心力 因为出不去 对不对 我们就在这井底下蹲着吧 挺好 这口井的井底下够大 里边这面积可以吧 还有长江黄河这样的很重要的水源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种种土性 中华民族的基本特色叫安土种籤 把所有离开老家的人都形成为背井离乡 你混不下去了 你才逃难去 对吧 像这样的情况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性格 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是有重大影响 希腊这也一样 欧洲整个都一样 那我希望你理解 如果我们由此推出地理决定论行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的理由是像中国这样的自然环境 它也有形成那种外向型奔放型制度的 像希腊那样的海岛或者半岛它也有极端封闭的 对不对 我们如果不能够逐一的加以证明 你就别把这话说满了 只要我有一个反例 你说希腊那样的就得那模样 中国这模样就得这样 那就错了 影响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这种因素很多 我们不能否认地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但如果你说地理是决定性因素 甚至说它是首要因素都要小心 这都不妥当 它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到这就行了 好吗 一定要把这个记清楚 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城邦和公民 在希腊大大小小的这些城邦里边 那么它应该叫有公民的区分 对吧 在这普遍认为父母祖籍属于本城邦 拥有一定财产 能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成年男子叫公民 请你一定记住 希腊所有的民主制度是对希腊公民的 对吧 你拿这个定义来取它的反义词 如果它的祖籍不在这 它叫外邦人 对吧 外邦人有没有公民权 没有 如果它不能够拥有一定财产或者服兵役 那么它将失去部分或全部的公民权 对不对 公民权是不是有这个标志 你得有一定的财产 你得能打仗 对吧 如果你不是成年人 那么你是孩子 对吗 孩子是没有公民权的 如果你不是男子而是女人 你是没有公民权的 明白吗 把这个稍微总结一下 你会发现 希腊的公民权最少要有三大要素 一个是成年男性本帮公民 对吧 这是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因为后边对财产的限制可能在减少 特别是在克里斯蒂尼和伯利克里以后 对财产的限制在减少 所以那一条应该说是历史上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成年男性本帮的公民 我们来看亚典民主政治 平民与贵族的矛盾 希望同学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在雅典这个古希腊民主制度最典型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的社会阶层的划分 包括什么海安派山地派平原派 你得知道他们对应的是什么人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雅典旧式的这种统治 贵族实行专制 贵族跟什么派关系比较近 他们是占有平原的是吧 那么海岸派都是些什么人 叫工商业的什么 工商业者 工商业资产阶级 那不是瞎掰了吗 工商业的奴隶主 把这个标注在这 工商业奴隶主 是海岸派的主力 山地派都是什么人 主要是平民是吧 贵族占有雅典 最好的平原地带 这个土地 对吧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 古代生产资料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 贵族的经济特权 对不对 反对他们的经济特权 和政治特权的 应该主要是海岸派 对吧 海岸派有一点点经济上的优势 或者有一些财产的基础 但是他在政治上基本是无权的 他们更多要求政权 而山地派生活贫困 他们更多的要求经济上一些分享的利益 这样在三派当中 我们如果简单说 执政的是贵族 反对派是人民和工商业的奴隶主 为了共同的目标 这两派可以走到一起 发起对贵族的挑战 而他们挑战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们的人数 对吧 贵族总体的人数肯定是要少于人民的 老百姓又跟工商业奴隶主结合 他们在财力上也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最终他们挑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贵族在做了一些让步之后 却没有完全放弃政权 这样就使得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日趋极化 我们在这就不一一的详述了 我需要同学们注意 第一位伟大人物即将登场 他叫索伦 苏伦是一个落魄贵族 他出身于贵族 但是家道中衰了 这一衰就导致他能够有机会去观察底层人民的生活 明白这意思吗 他既有贵族的身份 又有平民的生活 将来可能两派都能接受这种人 对不对 你要知道 一切政治斗争除非是革命推翻与被推翻的这种关系 否则一定是政治妥协的结果 谁能够上台 两边都能接受的人才能上台 要明白这一点 那么你会发现他在上台以后他被授予的权利是什么 他当选为什么 首席执政官 对吧 在这边可以标注他掌握了什么权 行政权 对吧 那么他又是仲裁人 对不对 这是什么权 司法权 他还有立法者 三权合一了是吗 我天哪 三权合一将绝对产生独裁专制 理论上是这样 不过梭伦毕竟是梭伦 如果他彻底走向独裁专制 他就不是梭伦了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所以孟德斯丘应该好好研究研究梭伦这个人 或许会修补一下他的三权分历数 当然可能到他那个时代 能把握住自己的人已经绝肿了吗 有一个限制 苏伦的任期漫长到365天 就一年 明白吗 他的任期就一年 而且在他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 人民很拥护他 对吧 想让他留任 他也有立法权 也有仲裁权 他可以自己规定下一个任期 或者延长任期什么的 他也自觉的说我下台 而且还选择出国 因为我的身份和地位 我自我留放 离开压点 后边你们知道有一个逃遍放逐法 逃遍放逐法 我不知道有什么历史上的渊源 当然没有 但是挺像的 这种名人 因为他有可能对未来的执政者造成一些 至少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有可能误导雅典民众走向喜欢独裁和专制 所以他们要被自动流放 大家有可能有投票 投票把他们流放出去 好 知道就行了 我们重点来看苏伦改革的内容 苏伦改革第一 我们逐条来看啊 他根据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 对吧 其中他规定前三个等级的人都可以担任所有的公职 那你来说这能做到什么 他按照财产的多寡来重新划分公民的等级 原来公民的等级是按什么来划分的 按贵族和平民来划分的 那是按什么来划分 按血统对不对 按出身来划分的 你能不能把这个变化稍微总结一下 以什么取代了什么 财产也是不平等的吧 而且第四等级还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对不对 你不能说苏伦一步到位了 但是他这样一个变革 是以什么不平等取代了什么不平等 以财产的不平等取代了出身血统的不平等 再升华一下 以一种可以改变的不平等取代了一种不可改变的不平等 是不是显得平等的多 这话能听懂听懂吧 明白这意思就行 财产的多寡是可以改变的 而血统出身是不能改变的 这样一来也扩大了公民的所谓有公民权的这些人的范围 对不对 他的财产大概就是按照你的家族的财富有多少卖斗 有多少卖斗 这一个卖斗好像是50多公斤的样子 最高是500卖斗 就是侯府之家了 一级一级算下来 你能够为城邦当什么样的兵 能够自备重武装 骑兵还是步兵 还是拿个烧口棍子就上了 反正这些都是不同级别的 那么在雅典这个城邦国家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延续下来这么一个惯例 有财产的人 城邦的公民是有义务为国家多做事情的 财产越多 你做的事情就越大 同学们可以想想在今天西方社会里可能还流行着这样一种 我们叫他慈善文化 慈善文化就是他们的这些人挣了钱以后成为亿万富翁以后 他有一种很强的回馈社会的这种愿望 西方的慈善文化已经非常的流行 就是今年的事 巴菲特跟比尔盖茨一块让中国溜达来劝捐来了 劝了多少不知道 反正好像给捐的嘎嘣嘎嘣的 这哥俩凑一块号称叫裸捐 人家那玩真的 人家这老哥俩加一块财产也不多 不到1000亿美元也就 原来好像巴菲特说过我全冤 他说过一句很重名的话 就是对他那些儿女们说的 他说我不认为你们从一个特殊的子宫里爬出来 你们就有什么经济特权 特殊的东西就是我媳妇的子宫 你们是我媳妇生的 你们自个儿干去 我挣的钱 我自个儿想怎么花怎么花 比尔盖茨最初没有这么痛快 他想留1000万美元给女儿 后来一想这样会对女儿不好 所以干脆1000万没收了 他也就裸捐了 比尔盖茨曾经是世界第一 巴菲特曾经是世界第二 有时候哥俩换换位置 反正凑一块 多了说俩人能有12300亿美元 少了说哥俩能凑一块七八百亿 闲着也是闲着拿出来捐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劝捐计划 对于他们来讲是符合西方最根本的这种文化 你可以发现他们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在做 在中国目前这种慈善文化还差的很多 我们慢慢来不用着急 这是一个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你在高考的时候 你要想报一些比如社会学专业 比如说那种公共服务这方面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朝阳产业 明白这意思吗 未来的一个朝阳产业 当然如果你能够做经济或做法新 你能够赚大钱 然后你去捐去 那也是一挺朝阳的产业 好 知道就行了 这个社会层次我们看到有进步 对吧 再往下 再往下 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注意各级公民都能参加 四个等级都能参加 第四等级只是不能担任 特别高的公职是吧 好明白这就行了 公民大会实际上 要想真正有效的去召开去决策一些事情 是不是只能是小国寡民啊 你指望13亿人一块开会讨论一件事今晚吃什么 饿服了还没讨论出来呢 那不太可能的事情 好再往下看 建立400人议事会 400人议事会相当于那政府了对吧 公民大会相当于国会相当于那个立法机关或者最高权力机关 最后总得有一个常委会或者有一个政府来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或者政令对吧 那么这400人议事会实际上你看 梭林是从最初的四个部落中各选一百人 请注意部落 什么叫部落 雅典原来就有四个部落吧 部落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这个看法 它是士族的集合体 什么叫士族呢 血缘关系组成士族对吧 血缘关系组成士族 士族组成部落 那么部落的最基本的这种人与人的联系是什么 是血缘对吧 好你从这马上翻到后边的克里斯提尼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我们说他建立了500人会议是吧 但是他前面有半句话要比这400到500重要的多 他按照地域重新化为10个部落对不对 把四个血缘部落化成十个地域部落是以什么取代什么 以地域的不同取代血缘的这种不同对吧 好原来的部落是按血统分的 他必然带有救士族救贵族的这种这种遗迹吧 现在完全按地理来分 而人口的流动如果到了一定程度的话 那么地域部落将更趋社会化而不是家族化 对吗 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什么宝贝啊 一个什么特色啊 我们叫家国同构对吧 是不是叫家国同构啊 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对不对 中国古代要求在家为孝在国曰忠啊 忠孝双全对不对 这是儒家的道德的至高境界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常把皇帝比成君父对吗 君儒父对不对 我们甚至君父对臣子不用对皇上 弄个县太爷我们叫他父母官对吧 对不对 那这跟我爹妈是一样的 中国人特别喜欢在行政级别里边掺杂 家族的特色 原来我看过一篇文章给我乐喷了 有一帮美国的学者都会都熟练的说中文啊 他们研究中国电影研究孔凡森 孔凡森知道是谁吗 不许不知道啊 那是伟大公共正确的人物是吧 研究孔凡森 这帮人不研究电影的主流 翻译嘴在这鸡脚嘎嘞找毛病 他们发现孔凡森跟他的司机说 他不是西藏阿里地区地位书记吗 跟他的司机说 说你嫂子如何如何 这帮人就问你嫂子是谁 你嫂子是谁 中国的教授就说你嫂子就是我媳妇 你嫂子是我媳妇 那我就是你大哥 对不对 这帮美国人就问孔书记为什么对他的司机说我是你大哥 司机敢不敢管孔书记叫孔大哥 如果他不敢 那么说明下一级的干部对上一级的干部只能叫书记 叫市长叫官称对吧 而上一级可以任意的跟下一级叫家族观念的词吧 我越看越觉得乐完之后就挺有道理的 对不对 你发现是不是我们经常跟人套近乎 大哥 要盘吗 中关村卖盘子都叫你大哥是吧 对不对 大姐买点肉吧 哥哥姐姐 大叔大娘 反正全是亲属关系吧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 这个世俗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家国不分 这样也造成了一种很糟糕的现象就是家里的就是国的 国的就是家的 我连我自己都献给国家了 我拿一点我们自己家的东西有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那这是中国某些官吏很正常的一些想法 我都是国家的 对不对 是吧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这个很糟糕 我希望你理解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把这分清楚了 是中国国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我举个例子 我要拍一下我们校长那把屁 他听见听不见无所谓 他原来我们校长开了一辆破叫弗莱尔 后边还让人撞扁了一块 那小车的盖小排量 然后有一个我们学院原来没有地下车库的时候 有一棵树的杆栏里边就他那车能钻进去 比自行车稍大那车 堂堂四中校长开这么一扁烂车 有人说你合适不合适 你换一车 你最穷成这得应 一个弗莱尔大概成本五万多块钱 他说我喜欢这个 我愿意你管着 但是他在上班期间早上来晚上走 他所有的外出学校有专车给他 那是公车 对吧 他早上来晚上下班准开他自己那破车 他绝不让司机送他 他有的时候开车堵他自己骑自行车 我当时觉得这挺好 他未必能够意识到 以他的水平未必能够意识到 这是把家国分开了 但是我提醒你注意 如果将来你作为行政官员公事公私事私 你在做公事的时候不要老想着你的私事 做私事的时候也不要老想着公事 我有一个同事刚刚从美国回来去出差去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对他影响很大 他说有一次他跟美国导游打赌 结果人家输了给了他十美元 他开始觉得说打赌瞎扯的事吗 真给 给就掏着 就拿着 拿着这十美元他觉得不老人 他说那好吧 我待会晚饭的时候我请你喝酒 然后那个人说不我不喝 他们俩原来晚上一块出去喝酒喝好几回了 特证人君子我不喝 人家问为什么你不喝 I'm working 对不对 我是你们的导游 晚饭是我的工作 我安排你们吃晚饭 我跟你们一块吃晚饭 我在工作 吃完饭把你们送回酒店 你们休息了 我全看好了 我下班 咱哥俩喝酒去 那是我的私人时间 人家分得可清楚了 你觉得是不是要小小的佩服人家一下 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我们的家国同构是中国真正的中国特色 而这个中国特色起码在近现代看来不那么好玩 这个将来你们有机会再去研究 反到这来看 如果把地狱的部落 用地狱部落取代了血缘部落 是不是一种进步 是的 好 我们翻回去看苏伦 苏伦设立公民陪审法庭 这是司法制度的一个进步 直到今天 不管是欧媒 就英媒法系 还是大陆法系 这个陪审团的制度 还都是有的 尤其在英美法系里边 陪审团至关重要 陪审团是由一些完全不懂法律的普通公民来承认的 这个如果讲到比如美国的法律 如果你要是一个民事案件 比如你告 你说麦当劳你喝热巧克力的时候 咔把舌头烫了 你吐出来咔给照张相 然后把他告了 这是一个民事纠纷 那么一般就是用小的那种陪审团 如果是刑事案件用大陪审团 陪审团的成员组成必须用双方律师一个一个过 有任何一方说我不接受这个人 那就不能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 你被美国黑人警察给揍了 美国黑人警察过来光打你 你把他告了 那么陪审团的成员里边如果有黑人 你的律师就可能说这个人我们不要 因为他有可能偏向他的种族 对方可能就是所有华裔亚洲裔我们全不要 那咱们就听美国裔白人来解决问题 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实际上也起源于这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再往后 废除债务奴隶制有什么作用 解副令有什么作用 废除债务禁止借贷与人身做抵押 是吧 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 那么就是债奴的吧 恢复其公民权吧 那么这是扩大了公民的范围对吗 直接打击谁 贵族高利贷者对不对 使得普通老百姓反过来会支持索伦的变法 但是这公平不公平 这不公平 你欠人钱你凭什么不还 对吧 索伦一摔了就不还怎么着 你把我怎么样 我是行政者 我是仲裁者 我是立法者 由着你你试试这仨 弄死你 是吧 但是据可靠历史表明 索伦在决定实行解副令之前 消息曾经透露给他亲近的几个人 这些人拼命借债 这招就比较损了是吧 太狠了 不再多说这种小瑕疵了 我好了说吧 鼓励发展工商也不用多说 我们大概知道这些内容就行了 苏伦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开创者 他的改革最主要的成果 我们可以在书上做个标注 做个标注 虽然很多人不满意 是吧 因为可能山地派觉得他不够彻底 贵族那个平原派觉得你简直是一流氓 但是他还是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请大家一定记住 当所有人同意授予他这三权的时候 那么这意味着他们愿意遵守跟索伦之间一年的合约 在这一年里 你作为行政权 立法权 司法权的独裁者 你说的话我们是承认的 我们是接受的 哪怕我不服我也要接受 这也是一个法治的传统 好 明白这就行了 克里斯基尼刚才我们就说过最重要的改革 就是把这个血缘部落化成地狱部落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叫进一步打破了什么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那个血缘等级是吧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陶片放逐法是他发明的 当然这里边也有问题 陶片放逐法 这有没有公平可言 至少很容易被滥用 比如你们回去以后到你们学校把你们班年级第一给陶片放逐了 把你前面的全都放逐了 这样你就是第一了 当然你会随后被放逐的 那这个我老觉得这事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雅典公民不识字 不识字就有一个请人代写逃遍投票的这样的问题 那么他写的是谁 咱可就不知道了是吧 高高兴兴的把自个不想放逐的人给放了 这事很可能 那么你希望你理解 一个民主的制度 首先他应该保护那个少数吧 那种精英 他一般来讲在大众当中总是少数对吧 民主不应该肆意的用多数驱逐或者压迫少数 这是一 第二 民主制度若想真正的发挥其功效 什么是必须的 有相应的公民素养 对吧 起码你受过相应的教育 实际你有最基本的批判性思维和理性思维 对不对 你手里有了投票权了 人一忽悠你 今儿晚上翻投我票的 每人给四个馒头 哇去去这 什么玩意都卖选票呢 对不对 希望同学们也记得 这个公民的素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非常发达的民主国家 他也有民众的这种相对水平不灵的这种情况 比如美国 美国的民众的这个基本素养差度很大的 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去美国 你可能会发现美国人实行的教育是大众的普及教育和极少数精英教育的结合 美国政府使用一帮精英来运作的 但是精英在竞选的时候投票的是大众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美国人特别注重竞选文化 比如在电视台用各种各样的广告给对方抹黑什么的 这全是美国人发明的 另外就是美国人尤其在选总统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看脸看你长得帅不帅 而且美国人喜欢换类型你知道吗 你比如像克林顿当了八年总统 克林顿是帅哥型 克林顿打败老布什 老布什一老头 帅哥打败老头 看了八年审美疲劳了 那副总统格尔是比克林顿还帅的帅哥型 帅哥有审美疲劳你知道吗 弄一猴格子 小布什长得跟猴子多可爱 弄过来了 能把美国白人成年男子全都看过了 太烦了 弄个女人或者弄个黑人都行 奥巴马多么灿烂的颜色 下回是什么人就不好说了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文化 我们尽量去想办法去理解它就行了